今年8月美式交友类真人秀节目开播 节目组请来了蔡少芬、洪欣、陈法荣、朱英寺姐妹作为餐厅合伙人 港普F4是相交多年的好姐妹 四人都是港姐出身 节目中他们虽然吵吵闹闹互相吐槽 但彼此亲密无间 如同家人一般的关系让人十分羡慕 尤其是蔡少芬和洪欣二人 他们相处自然极具墨系 是实打实的铁杆闺蜜 这不免让人有些惊讶 毕竟这两人都曾和香港富豪刘兰雄交往甚密 若是从这一点来看 哪怕他们不是水火不容的情敌 也不应该如此要好才是 然而蔡少芬和洪欣二人的友情 并非是在摄像机和观众前的作秀 他们几乎每年都会私下聚会 而在结婚纪念时 孩子出生生日宴会等日期时 更是会全家出动 张丹、风、张晋以及子女们 都不止一次出现在他们的照片中 可见这两人的感情是绝对真挚的 事实上自从1992年拍摄电视剧 如来神掌再战江湖相识到现在 这段友情已经持续了长达30年 那么他们为何如此要好呢 众所周知 蔡少芬的原生家庭是她心中最大的痛楚 五岁时父母离异 父亲抛下蔡少芬兄妹一走了之 母亲则适度称姓 蔡少芬出道时的薪水 必须被全部拿出去还债 为此她不得不委身于财大气粗的刘乱雄 洪欣的身世虽然没有如此凄惨 却也是举步维艰 同蔡少芬一样 洪欣五岁时父母离异 母亲一个人照顾着四个孩子 一家人为了讨生计颠沛流离 这样同病相怜的两个人自然是相见很晚 很快便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姐妹 1993年 蔡少芬将闺蜜洪欣介绍给了自己的金主刘乱雄 从小过关了苦日子的洪欣自然抓住了这一机会 而蔡少芬的行扉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 一是她真的是为了洪欣好 愿意与其共享资源 二是她对刘乱雄确实没什么感情 很快在刘乱雄的帮助下 洪欣得到了不少好资源 相继在袁振霞、晋霞、安愁、永春中出演角色 尤其永春中风情万众的豆腐西施发影响一绝 让洪欣彻底搭向了名气 但这也引起了刘乱雄正派情人李嘉欣的不满 觉得洪欣威胁到了自己的地位 于是不久之后 李嘉欣当众掌握洪欣的消息蠢得肺肺痒痒 而在媒体曝光的电话录音中 刚有李嘉欣对刘乱雄说 你要捧红洪欣那个蠢女人的片段 为此洪欣选择了退上离开了刘乱雄 可能是大家的那种生活方式 有很多爱可能就是都放在里面 不敢表达出来 尤其男孩子 就跟你可能不一样 你很会表达你的爱 但是有些人就像我也是 我爱我的家里人我不表达 我放在心里面 洪欣曾坦言自己不善于将爱表达出来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他在面对感情时优柔寡断毫无主见 当爱情出现问题时 又会表现得无比软弱 某种程度上倒也符合了春女人的评价 在离开刘乱雄后 他在1996年 与赌劫富豪黄伯良秘密结婚 然而这段感情仅仅为之一年 便宣告结束 之后则是与莫少松之间那段著名的纠葛 软弱的洪欣没能坚持下去 带着孩子黯然离开 最后洪欣遇到了小他9岁的张丹峰 本以为找到了最后归宿 然而这段感情同样磕磕绊绊 他们的婚姻数字亮起红灯 洪欣不愿失去来之不易的幸福家庭 又一次选择了隐忍 洪欣我有一年是完全不跟他联系的 但我不知道的 你不知道 因为他让我第一年受很大的伤害 洪欣和蔡绍芬的友情维系了30年 除了一开始因为相似的命运 而同病相恋之外 二人的性格也十分契合 一个热情如火 一个内敛如宾 性格的互补让他们彼此之间产生了依赖 所以哪怕是一年的不联系 也无法将这段友情割短 然而回顾这两个女人的发展历程 同样是受家庭所累 同样是凭借外貌年少成名 同样是从香港转占内地 也同样是选择了比自己小的内地老公 可如今的状态却是截然不同 归根结底还是性格实然 与表面的柔弱相反 蔡绍芬的性格极为果决 她敢于在自己的事业上升期 公开家丑外扬 宣布与嗜毒逐命的母亲断绝关系 洪欣则恰恰相反 少年时期寄人离下的经历 让她对家庭和亲情无比渴望 所以才会一次又一次地选择拟来顺受 所谓一不错不不错 在每一个重要角色的关头 他们都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而从结果来看 洪欣的确需要蔡绍芬这个闺蜜 帮忙出谋划策 她刚开始看到她的照片 她就第一个反应就是 不行 坏坏的 不要理她 前几年张丹丰被爆料时 有许多人表示 当年蔡绍芬对张丹丰的评价 简直是神预言 然而这些劝告 对于身险爱河的洪欣来说 显然是无用功 不过相信经历过这些事情 洪欣应该会更加重视蔡绍芬的意见 而话说回来 张丹丰对于洪欣的儿子 自己的妻子张浩莲非常不错 绝对称得上合格的肌腹 而在洪欣心心中 显然家庭的完整才是最重要的 如今的夫妇二人 已经走出了那段纠合 在请吃饭的姐姐开播第一期 张丹丰送上花祝贺 蔡绍芬还帮其打圆场 相信他们二人做了这么多年的闺蜜 算得上共同体验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也一定会迎来属于各自的精彩人生